反贪污男女官员?设优惠被控 8打零在夜8日讯,反贪污委员会男女官员因涉及在公寓内优惠,而被控上伊斯兰的庭 尽管如此,法庭原定在今天对二名被告宣读控状,却因被告代表律师法利纳要求此案应清唐审理 而遭伊斯兰的庭法官苏克兰预令他需先向法庭提交宣誓书,而决定延后此案至5月3日,同时将在当天宣布清唐申请结果 被告代表律师法利纳是基于此案涉及国家安全机密文件,向法庭提出清唐申请 但主控官法洛斯副检查斯反对,他说,此控状只是涉及个人的礼节行为,并没有第三者涉及此案,因此无需清唐 法官苏克兰最终允许每名被告以两千领级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,并则定5月3日宣布该申请结果 去年12月,作为反贪会高级官员的部门男主任,和在首席庄园办事处任职的女职员,与雪州市里肯邦安一所公寓优惠时,遭上门检查的雪州宗教局执法人员带个证注,结果两人更遭到扣留 新报引述雪州宗教局消息人士指出,该局是在清晨30展开的行动中,扣留这两名人士